可以做之后的话 再利用什么呢 Set Crucks 再丢什么丢状态给他 所以这里的话基本上第1个要做这件事情 特别注意在SetContentView上面 再来连接那个WaveView 然后呢做一些setting GestSetting 跟他一样 这个地方我们要 把JavaScript改为True 然后其他看 下面这一行看需不需 True跟False 其实如果用Jeky Mobile开发的话 下面这一行是可以不用的 因为Jeky Mobile主要就是 你会发现按钮都大大的 很少是小的 因为我们的手不是滑鼠 所以通常会大大的按钮 越大越好 越好点 越清楚 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就 比较不需要用那个什么 RuneIn、RuneOut、Control 再来的话就是把收放工具放进去 然后建立一个 WebView的Client 这Client的话 主要用途就是说 我们在底下会需要 需要这个WebClient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 如果要显示进度的话 还需要用到这个 就是叫做SetWeb 这个什么 WebCloneClient 那里面的话呢 也是在New一个 New一个这个WebCloneClient 利用这个方式 因为你New一个之后的话 一样什么呢 用新增位时座的方法 也会产生底下东西 一个 小刮壶 大刮壶 后刮壶 那一样把这 这一行写上去 那最后的话呢 就可以连接到 后面用一个方法 叫LowUi 那 就连接到我的官网好了 那我有注册一个 我有注册一个网址 因为为了简单 所以我就 www.tqc.idv.t 这个就连到我的 部落格里面 所以连过去的话就可以看到 那这是第1个就是 如何产生上方的那个 Prox的那个 那个状态 这个对于使用者还蛮有帮助的 尤其是你要摘很多东西 像将来如果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需要从云端上抓那个 资料下来 漏Data 漏Data的话一定会需要时间 那你没办法说加在那边等啦 所以呢你可以在那边状态列至少也会显示出来 使用者也比较之后说 你现在还在漏资料 OK 那再来